下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 他说某些年轻人每天有条件看书 听心且口才也很好 因为无法承受社会工作巨大的压力 仅在道场做点事 吃供养度日 请问这样是否如法 这个不如法 在佛法里面说 过人应苦 过人自给称当 他下面还有两个副题 是否应勸他们出来学习讲经 应如何引导他 讲经不是一个容易死去的 应当劝他了 持戒念佛 这样就对了 今天这个社会 佛教也是摔到了极处了 什么原因呢 学佛的人把戒律丢掉了 实际上 实际上 没有戒就没有佛了 没有礼就没有儒啊 没有礼就没有儒啊 礼跟戒 在中国过去 在中国过去 三千年当中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规范人的心情 给社会带来的是长治久安 我接触过许多外国的学者专家 有一些研究这个中国历史的 对中国人非常敬佩 像中国过去 每一个朝代 政权公布之后 不出五年 颁布礼约 社会就上轨道了 可以带给这个社会 大概是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的安定 这个外国人觉得是不可思议 用什么方法 能够让这么大的族群 这么大的半途 产生这样好的效果 实实在在讲 这就是中国古圣仙仙教导我们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建国军民就是巩固政权了 尤其中国外国人最佩服的 就是大一统 你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 一直到现在 中国没有分裂过 还是统一的 这是英国唐恩比博士是最佩服的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 欧洲 罗马曾经有一千年的统一 可是灭亡之后 欧洲再不能统一了 这很遗憾的事情 据唐恩比曾经说 要想世界真正恢复安定和平 全世界要变成一个国 就世界统一成一个国 那大家就不会打仗了吗 变成一个国了吗 那现在每个国家呢 就是每一个地区 好像瀋州一样 这种性质 他还想 谁有资格统一全世界 中国人有 中国人有两千年 统一的智慧 统一的经验 统一的效果 这话是外国人说的 那么中国人有什么东西来统一呢 用文化 用教学 这个内容呢 用伦理 用道德 用因果 因果不迷信 善因善果 握因握报 你要不相信 你细心观察 就在眼前 这是事实 这个不是你心 你天天做好事 你心安理得 身心愉快 天天想坏主意 你身心不安 神不守舍 这就是因果嘛 所以这个 讲经说法要有基础 教学要有基础 先修德行 从前孔父子教人 德行派在第一 第二是言语 所以第三是正识 第四是文学 所以德行 放在第一 底下一个副题呢 对于不能承受压力 心理脆弱的青年人 应如何教育 使他们不至于 在这个末法乱世当中 沉沦太深 这是个大问题 那么现在 像这种的青少年呢 人数还很多 这就变成了 严重的社会问题 能不能教的好呢 能教 看你用什么方法 我们在汤匙 办的这个文化中心 就是做实验 这个实验呢 做成功了 而且受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就是真的 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找不出方法 怎么办呢 找老祖宗 你要记住 老祖宗的方法 做了五千年 他有五千年的效果 有五千年的经验 不能够疏忽 你要是把老祖宗去推翻 你能不能有一套 新的东西来代替 比老祖宗做得更好 那我们也不能不背负 如果找不到 那依旧用老祖宗的方法了 还是管用 很多人问我了 我说我没有智慧 我想不出方法 我只有寻规 套取 遵守老祖宗的教诲 一教封信 孔子的学生 社加募内佛学生 都是这样的态度 因为孔子自己说 他老人家一生 他所学的 所修的 所教的 所传的 都是古生献献的 他自己说 他一生 数而不足 他没有创造 他没有发明 他没有新东西 数是集成古人的东西 蓄涉古人的 也留下来的 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姓尔好古 他对古神献献东西 他有信心 他很喜欢 我们学了大臣之后 对这个道理 就更清楚了 为什么呢 大臣特别是华严 他讲的是圆满的 他是个圆 圆满 那就没有话说了 圆的 你不能在上面加一点 你加一点 突出了 就不圆了 你也不能少一点 少一点 他就挖下去了 也不圆了 圆是达到究竟圆 圆是什么 圆是本性 佛说 我们自信 每个人的自信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德能 有圆满的才艺 有圆满的向好 样样圆满 也丝毫欠缺 都没有 那现在我们跟佛 怎么不能比呢 我们因为有妄想分别 执着障碍了 所以我们圆满的信德 不能限期 只要把障碍 除掉 放下 我们的智慧的能就先前了 这是佛教我们的 所以我们听了孔子的话了 是数而不足 信而好骨 我们的体会就很深了 他讲的话一点都不错 真正让自己信得流露 这才是最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